你拿酒来 你又怎么了 大半夜的 又跑我这儿来 少费还 把府上最好最贵的酒拿来 还不快去 行行行行 行了 别喝了 就算是药酒也不能这么喝呀 更何况你身上还有剑伤呢 不能喝多 把酒拿来 你不能再喝了 我让你把酒拿来 你不能再喝了 把酒给我 别喝了 你 别喝了 我让你把酒给我 你不能喝了 你身上还有伤 你不能喝了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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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找了这么久的私生女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我遇见了 搞屁臣公子 就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大 嚣张讨厌的人 我好喜欢你啊 我能不能嫁给你啊 你不愿意 老公 你不愿意喜欢我 我愿意不得喜欢你 我愿意不得喜欢你 后了半天 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啊 哪家姑娘啊 来 莫伯 这是 小姐起来了吧 还没有 今日不知为何失得特别沉 好像昨天晚上没睡一样 夫人听说 小姐对上次的乌鸡汤 挺感兴趣的 今天给公子送的时候 也给小姐送一份 小姐睡醒后 你就给她喝了吧 诺 小姐 秀春 什么时辰了 小姐 已经日上三竿 都要吃午饭了 莫伯刚刚端了一份汤 你要不要趁热喝啊 不吃了 没胃口 二小姐 少爷丰富 小姐还是要多吃才能滋补 所以命奴婢 给您带水果和糕点来了 望着吧 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神啊 我是新进府的厨房丫鬟 姐姐自然觉得眼神 好 二小姐 厨房今天买了冬笋 你要不要尝尝 这个时机还有冬笋啊 冬笋在这个季节属于西汉物 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法子 听说是暖浇里种出来的 西汉且贵 在江南 平常只有像猪府这样的富贵人家 才吃得起 普通百姓可吃不起呢 水果给您摆这儿了 公子吩咐 小姐一定要记得吃 奴婢先下去了 等等 小姐有何事吩咐奴婢 你会做孔冰灯吗 奴婢略懂一点 只不过奴婢手粗 做得不是很精巧 不用太精巧 昨日云表哥跟我做了一个 我今日还想玩玩 就麻烦你了 诺 小姐 我也可以帮你做啊 你呀 笨手笨脚的 快去帮我把水果洗了 诺 大哥说 墨府招说的下人 都要有自己的绅士部 身家清白的人 才能被招进来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伪造一个身份 对诸府这样的大家族来说 不算什么 皇宫都不能杜绝万人混进去 更何况是一个墨府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小姐可叫我小虾 此药服用之后 很快就会发作 发作之后午时不通 完全感知不到外面 所以最好有人在身边守着 以免发生意外 墨府将小姐下葬之后 我们会立刻挖坟开关 用龙弦古草唤醒小姐 不行 不能在墨府服药 虽然干娘想害我 但大哥待我不薄啊 我不能害了他 那小姐的意思是 找个机会回王府 随便找个理由 在王府意外死亡就行了 小虾姑娘 帮我做个孔明灯吧 以免秀春回来 他怀疑了 喏 云大哥 云大哥 听闻 云大哥要带伯妻妹妹 去京城郊外马场购马 丹沙也想见识一下 不知云大哥 我们方便一起去吗 当然方便 我正要去找不器妹妹呢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 丹沙妹妹 嗯 你能说一些不器妹妹 在西州府的事情 给我听吗 不器妹妹 她在西州府 有个人静皆知的传说 什么传说啊 大家都知道 她是吃过狗奶的 小妹 对 干吗说这些 云大哥让我讲的 丹沙妹妹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她 不器妹妹在到处乞讨的时候 讨不到饭吃 就会喝大黄狗的奶水 所以她自称自己是吃过狗奶的 整个西州府都知道的 小妹 听旁人说得多了 倒不觉得可笑了 反而觉得不器妹妹好可怜啊 小小年纪 就吃了这么多苦 想不到阿皇 对不器妹妹这么重要 什么 谁 没什么 不器妹妹现在是莫府的小姐 幸好以前讨饭的日子 不会再有了 丹沙妹妹 谢谢你在西州府 对不器的照顾 云大哥这么说就生分了 不器是我的义妹 照顾她也是应该的吗 不器妹妹 不器妹妹 云表哥 在做孔明灯呢 是 嗯 不错不错 不器妹妹的手艺又进步了 云表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你忘了 我今天要去马场购马 昨天你不是让我求表哥答应 但你一起去吗 表哥已经答应了 我是特意来喊你的 算了吧 算了吧 不用了 我今天就不出去了 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要不要让王丹沙妹妹 给你把个卖看看 也没什么不舒服 就是 有点懒 不想动 那你更应该出去走走了 不器妹妹 我好不容易让表哥同意的 你就当是陪我出去散散心好吗 嗯 小姐 表少爷喜欢上你了 过几天 我就要找季可回王府家死了 不知道云表哥会有多伤心 以后我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算了 今天就陪他出去玩一会儿吧 走吧 好吧 那我就陪云表哥出去走走吧 好 那我现在叫人去背马 云表哥 你们飞云宝真有钱 刚才你花十几万两买马 眉头都没皱一下 十几万两啊 我以前套饭 十辈子都套不到 真可怜 以前的事情啊你就别想了 以后有我和表哥在 你肯定也是花几十万两银子 都不会眨眼的人 好 殿下很准时 柳姑娘好胆识 难道就不怕本世子来抓你吗 可是 好像殿下没有带兵过来啊 殿下请喝茶 平儿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殿下 你没有被茶水见到吧 看来殿下的奸伤还没好啊 殿下可真沉得住气 要不是清吾看见殿下奋不顾身地去就化不弃 还真以为殿下会因为王妃而讨厌那丫头呢 柳姑娘在说什么 本世子听不懂 也不知道男女瘦瘦不轻 那丫头就不会自己坐马车去吗 妹妹觉得云郎如何呀 哥 妹妹好眼光呀 以你我现在的处境 我没心思想那些事 而且 我看云大哥 也挺喜欢那丫头的 那丫头几个月不见 就非诚心想那些事 这张枝头变凤凰了 小妹 以你我现在的处境 刚要抓住云郎才是 云郎是芬云堡的少保主 当今四大家族之一 只有抓住他 咱们才能为爹报仇 恢复药林庄 所以你千莫耍小孩子脾气 要想抓住云郎的话 就要跟花不棄走得更近 好好跟他相处 好好相处 小妹 大哥说的这些全都是为了你 你好 听大哥的 好不好 好 驾 驾 福气妹妹 等天再暖和些 你也跟着一起骑马吧 在平原上奔跑 你就知道 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感觉 福气也想亲自骑马 踏踏春光 福气妹妹 飞云堡也有马场 到时候选一匹 最好的马送给你 驾 等你骑着马 在大草原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多么地畅快 好呀 明大哥 我也想去看看北方的草原 我能一起去飞云堡玩吗 我能一起去飞云堡玩吗 当然可以 随时欢迎丹莎妹妹 我能一起去飞云堡了 我还能一起去飞云堡 我能一起去飞云堡 我能一起去飞云堡